一模想关闭次力系统,可这个系统的认证差点把他逼疯了 一起来看看一系米韩13到16集的精彩看点 第一,小石头的父母找到了 小石头和机器人部落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就算天乐掏空钱包给他买好吃的好玩的,他也不愿离开 天乐明白自己不该带着他去人类部落冒险 经过扫描他的出厂编码,终于找到了他的父母 天乐看着他们一家团聚,只能横下心喊泪离开 第二,帅儿决定和天乐一起去找开心超人 他知道自己是人类后,也想去人类部落看看 他的父母为此伤心流泪,得知他只是离开一段时间后,高兴地挑戏无来 第三,丁墨被开心超人救上岸后,意外得知机器人会被拉去万磁场处理 所以便毫不犹豫地去救他,结果两人都被巨大的次力经济吸住 开心超人想将丁墨扔到控制台上,结果出现了小插曲 对,我的衣服被你甩出去了 这一次丁墨终于到达控制台 想要关闭磁力系统,需要进行身份认真 先是眨眨眼,然后是微笑 接着是同时眨眼微笑 再接着就越来越过分了 请露出三分绩效,三分凉活的微笑表情 丁墨的脸都麻木了 气氛的不再配合,因此验证失败 他只好一个个去尝试 开心超人被这变化的次场刷来刷去 简直惨不忍睹 最终控制台坏了,出口也被堵住了 他们从通风口逃了出来 因为开心超人在危险的时候 不要命的保护丁墨 使他明白机器人和人类是一样的 所以丁墨同意带他去见人类指挥官 也就是他的父亲 意思,丁墨和帅尔水火不相容 一见面就看他,拦都拦不住 第五,丁墨父亲很爱儿子 只要能让他开心 不管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都会满足他 丁墨不能让他发现家里藏了机器人 所以就大喊想要妈妈 这样他就会快点离开了 然而他没想到 父亲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竟大喊成妈妈的样子来帮他打扫卫生 为了不让他发现机器人 丁墨冒着对妈妈过敏的危险 吸引他的注意力 父亲坚持要给他扫地 不仅把房间搞得一团糟 还差点摔坏了母亲的相片 丁墨看着母亲的照片伤心的流泪 父亲懊悔的离开房间 第六,父亲返回来 把母亲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丁墨 因此发现了机器人 在安的指挥下 开心超人他们都被抓住了 丁墨听了响起在海底见过丁墨的母亲 于是开心超人 帅二和丁墨一起去海底寻找 安驾驶开心机车侠前来阻拦 最终还是打不过他们三人 丁墨看着母亲伤心的流下眼泪 终于把母亲唤醒 母亲告诉大家 当年他掉下悬崖 都是安的阴谋 中enment 往内 更 Anyway 顶 封居